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宇 3月31日 中共当局成立的全国政法教育整顿中央督导组 进驻各省对政法系统进行整顿 官媒报导显示 进驻河北的是第二督导组 组长为前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副组长为刘维嘉 近日 大纪元获得河北当局的接待后勤保障工作方案 从首页的签名看 这份文件在3月25日前已成文 文件透露 此次进入河北省中央督导组成员共有21人 时间从3月底至6月底 河北这边的接待后勤人员被要求3月27日到位 文件也曝光了中央督导组在河北获得优厚待遇 在医疗保健方面 督导组成员有24小时医护待命 并在省级医院为他们预留床位 文件泄露 河北方面派出医生护士各医民 要求24小时背勤待命 做好督导组及其工作人员医疗保健工作 同时河北建议 明确几组医护人员每周进行轮换 河北还派一名伟级控处人 负责督导组下榻的翠平山迎宾馆疫情防控 一名伟医证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等工作 在省级医院预留诊疗床位 做好就职准备 同时河北给督导组成立了省委副秘书长 为组长的22人后勤服务组 为这21名督导组人员做好住房保障 饮食安排 日常接待 办公设备配备安装 调试维护 通信保障 车辆保障 医疗保健和食品安全等工作 在办公用品方面 河北省为督导组成员的工作间 配备列印 复印 传真设备 睡纸机 扫描器各一台 保密柜若干戈 以及档案整理用品等 河北还要求在督导组工作室 配备食品保险柜一个 放置食令蔬果 方便督导组人员自取 在用餐安排方面 日常安排四粮六热四主食 用餐标准为一天一人150元 文件要求 菜品需突出地方特色 同时根据督导组成员的饮食习惯制定菜谱 米一周制定一次菜谱 并随时调整菜品 折时抽调其他地市和地点宾馆的优秀厨师 参与服务保障工作 饮食确保卫生 可口 健康 在办公设备及通信方面 河北省安排专门人员 在驻地做好办公设备维修 维护工作 督导组组长 副组长 小组长房间 配备红机电话和外线电话 在车辆安排方面 河北安排了两台中发车 一台商务车 两台轿车 保障督导组使用 而这次督导组入驻河北产生的费用 则由省委办公厅财务处进行预算申报审批 并报审财政厅转向列支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 督导组在河北受到优待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这批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 属于钦差 再一个 这些人说是搞教育整顿 实际是来当地抓政法官员的 所以地方政府高度紧张 当然不愿在吃、住等问题上得罪这批人 官媒报导显示 今年2月27日中共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立 据报导 这次整顿自下而上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为市县两级政法委 即省署监狱等 从2月底开始 6月底基本结束 第二批为中央政法委 省级政法委 从8月开始 10月底基本结束 中共从2018年1月发起了 少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 今年3月29日 该运动总结表彰大会在今举行 习近平会见了参加大会的代表 这也显示为期三年的少黑除恶结束 然而 在上述运动结束前的2020年7月至11月 中央政法委在多个省市开始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 这场所谓教育整顿试点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及忽兰区 江苏徐州市及云龙区等35个政法单位做试点 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 据中共官方统计截至2020年11月30日 参与的1.6万名干警中招处分处理2247人 这意味着不到8人就有一人受处分 今年3月30日 当局的政法教育整顿正式开始 李林一表示 习近平上台以来 虽然通过反腐、扫黑打恶等运动 清理了不少政法系统的官员 包括前常委周永康 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亲信等 但周、孟等人长期掌控政法系 在中下层官员中 其势力仍在 中共每次大规模抓人 都会按上一个名头 所以现在习当局借教育整顿 继续清理政法委 今年在16个中共中央都导主入驻各省后 各地评传政法系统官员落马的消息 以4月中下旬为例 4月25日 广东省公安厅金针局前政委龙水波 江苏常州市公安局长杜荣良落马 此外 浙江省5名政法系统官员被调查 4月23日 安徽省淮南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长岳 吴维市政法委前副书记肖本卫 淮北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池 吴胡市亦江区法院行政庭庭长张盔 放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前政委 傅金钦等落马 4月23日 云南省高级法院前巡视员县东明被调查 4月17日 呼赫浩特市政法系统8人同时被查 截至4月29日 呼赫浩特市政法系统有436人 主动交代问题和被查处 4月16日 58岁的福建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张力杰被调查 他落马当月被免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职务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